得到了這個List 這個List裡面其實放的 就會是第0個就是三重裡面的所有資料 第一個的話就是中立 一時類推 但是這個List最後後面會是空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們可以先這個先不要跑 你們可以先把它這個註解一下 然後最後你可以把這個List1把它print一下 當然因為我是一次全把它做完了 我是建議你如果不太懂的話 你可以把它分階段做 第一件第一段就是先把它這個切割完之後 然後變成一個串列 支針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個地方 就會幫你把它print出一個中刮弧 那你可以看到尾巴一定會多一個這個 尾巴一定會多一個什麼 我這個Street之後的話 這個串列它的最後面會多這個東西 那這邊尾巴就中刮弧 那上面這個應該就是鳳山啦 一直往上應該最上面應該就是三重 OK 所以你也許第一階段如果print出來OK的話 那但是你會發現這個資料應該太長了 所以print大概知道一下 那也就是說後面我們在跑回圈的時候 所以在第二階段是說我要怎麼樣把這個串列 有沒有這個List1 那會多一個 本來應該25個檔 它變成這個串列總數26個 那第二階段就是什麼 我要把它做分別把個別的串列位置的資料 讀取出來之後存一個檔 存檔 所以你應該可以看到這個第二階段 那存檔的話會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存檔應該 各位應該可以看懂 就是f.open 然後給它一個檔名 副檔名 然後最後的話記得就是w模式 然後rise的話 rise什麼資料 就是rise這個串列裡面的第幾個 OK 所以我們會寫一個回圈 for i in range 然後從哪邊呢 從0到總數-1 為什麼總數 我一次解釋 因為最尾巴那個是空的 不要把它存 不然會做一個空的檔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開 就是你那個range裡面 如果是0開始 這個是可以刪掉 不用沒關係 所以有時候你會問老師 你都沒有0 0不用寫 OK 那再來當然會有一個重點 就是存檔的時候需要檔名跟副檔名 那檔名 OK 檔名你這個地方不能夠說 我直接把它寫成什麼 寫成那個叫什麼 這邊直接給它打一個三重點tst 不可能吧 OK 如果你這邊打三重點tst 那所有的檔案都叫三重點tst 那可是你不可能說你這邊一個中立 你又每次改 所以會需要有一個檔名的來源 那當然因為剛好我有觀察到 他剛好他剛好第16個字 跟第17個字 剛好就是他的檔名 而且你還要算耶 有沒有 我還這樣123456789011 1617 剛剛好了 不過其實我也沒這麼認真算 我怎麼算 我先print的出去看看 太太前面了 我就加1-1調一下就好了 我大概算一下 大概這邊應該有15 我可能猜15 15可能就好到前面的空白 他變成空白3 那不對 那我就再加1就好了 OK 反正寫程式也不用 一定要這麼那個 我處於比較隨興一點 我先print的出來看 OK 不對 就改一下就好了 那後來發現這個邏輯可以通 但是如果不能通 就像剛剛同學講的 可能就是要把那個之前 OS.work得到的那個串列 把它先存在一個地方 那將來就是讀取進來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反正這要怎麼做 比較容易 我覺得就是自己想出來的 OK 沒有說一定要規定怎麼樣做 只要你可以把那個 秀出來結果就好了 OK 好 那我想到的剛好就是第16、第17個字 但是順便講一下 是 再來就是說 我們知道第16、第17 可是問題 這個句 如果你要抓第16個字 跟第17個字 因為它這個字數也是算 所以你只是從0開始 所以第一個就是第0的字 OK 所以如果是3這個字的話 它是第16 那應該是第15 那特別 跟各位說一下 如果你假設要抓這個整個文字的話 你找到第幾個字 你其實可以把這個文字視為一個串列 所以文字要把它當串列的話 那就是那個文字 中瓜糊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 因為它是第16嘛 所以那就是15啦 到貿號有沒有 冒號的話實際上是到的意思 哪個字停下來 所以應該這個是15、16啦 有沒有 15、16 所以到16的下一個停下來 所以你要寫著什麼 中瓜胡15冒號17中瓜胡 這樣才會抓到這兩個字 OK 應該可以懂這意思吧 那這個很重要 因為以後你要抓的資料可能這麼多 但是你可能只要抓這個裡面的幾個字 那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有沒有 不然你全部怎麼切字 所以在Python裡面要切 第幾個字的資料出來的時候 那就要寫成什麼 寫成這樣子 這個 有沒有 寫成這樣的方式 那特別注意前面這個list 中瓜胡I 那比如說0 0就指的是這個三重 那三重就指的是這個 就指的是這些資料 從這邊有沒有 一直到底下的這個地方 那這個就指的是什麼 list1中瓜胡0裡面的資料 那我們抓這個資料裡 底下 在這個的後面 加上第16跟第17字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第16 16是3嘛 跟16、17的話 那你要寫成這樣子 15冒號17 因為你要先把它減1 這個記得要先減1 所以減1之後就15 15就放前面 所以要怎麼寄 反正你就知道原理原則 自己找個方法寄下來就對了 這個就又是因為有0的關係 所以你去選擇P15跟15 所以很麻煩啦 OK 沒辦法 它也不會改 OK 好啦 反正 所以我覺得以後 城市會不會 下一代的城市 假設Python後面 可能有一個另外 可能也許是go 或者什麼 反正不管 最好是怎麼樣 直接開始把Index 統一一下好了 通通用1算了 OK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有可能 但是什麼時候會出現不知道 因為如果你假設 隨影子都1的話 哇 那以後寫城市就簡單了 你就不用在這邊加1、減1了 像這個地方我每次要解釋 我們是很清楚 但是別人聽不懂 真的很麻煩 OK 應該可以知道這意思吧 好 如果你這個地方懂的話 那以後就簡單了 真的 啊 氣的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以後你要取哪些字就非常容易了 比如說你要把所有的地址裡面的什麼東西 又獨立出來 也是用同樣的方法可以完成 好 那這樣的話我用檔名 所以我就在後面再補上一個副檔名 然後後面就W模式有沒有 就有檔名、副檔名 然後再把這個List中瓜弧I 比如說0就三重嘛 所以三重點TST 然後把List1裡面的中瓜弧0 你就是第一個資料寫到那個檔案裡面去 那我就有三重了 有沒有 然後再來一樣 下一個是中立 然後檔名、副檔名位置一樣 然後把中立的資料放在Right的後面 然後把它寫出去 然後依此類推 那你會想說老師 那存檔不是有Close嗎 我跟各位講 最後再Close就好了 因為你那個物件 你不需要說寫完之後把它清掉 那清掉你下一次要再載進去 那你再浪費時間 所以你乾脆就放在那邊 他下一次就把它直接放在上面 最後再Close 那就完成我們需要的 OK 那這樣特別重要 所以第一個step就切割 第二個step就存檔 所以切割成一個List1 然後分別存檔 最後的話就把那個檔案給清掉 清掉很簡單 就一行程式 就是OS.remove 有沒有 然後把那個低疊底下的 O.txt幫我把它刪除 這樣就OK了 所以OS.remove蠻好用的 你要刪哪個檔 就直接這樣寫就OK了 OK 所以這個OS.remove其實有危險性 你有沒有亂刪 你刪CMount號斜線Windows斜線 然後信號點信號 好嗎? 那它就是一個病毒啦 OK 我沒試過啦 他會 下一次你寄一個程式給人家 你email裡面就打一個這個程式 他一打開 哇 不過應該會有安全會跳一個警告吧 他總不會說確認幫 他會不會不然寫入 人家的那個全線 因為我沒試過 可以試試看 OK 但我記得啦 那個Windows當然也沒那麼笨 就是隨便讓你刪 隨便讓你刪就麻煩了 好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完成合併跟分割 所以我把它變成兩個模組 當我需要做分割的時候 它就分割 所以我把它分割 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最後就把O.txt 把它給remove掉 然後把這個全水郵局 就幫我把它完成 OK 所以這個請各位試試看 好 試一下 再來的話就是說思考一下 把上一次上課的Excel 再把它就是加進來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要的並不是O.txt 而是一個O.xlsx的話 不是.txt 因為 txt其實說真的 你給人家這個檔 人家會覺得打開之後 這要怎麼用 這也沒辦法做統計分析 也沒辦法做篩選 也沒辦法什麼都不行 那你如果要把它放到Excel的話 要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Ctrl-A C 那也有麻煩 那乾脆你給我一個Excel算了 還要讓我自己在那邊慢慢弄 而且每個U12不是都很在行這些東西 所以你如果把它都弄好了 給它 就沒事了 只是要怎麼做啦 當然只是一個複習 把上一次上課的東西 稍微回顧一下 想想看